市長 想跟你請教 這次的太魯閣事件 我們說是人禍 您認同嗎 順 是人禍 那根據最新的檢案會的一個檢討 他認為說這個是因為那個吊車 它卡在樹叢 那有要去移動這個 挖土機去勾 結果呢 這個吊車就順著這個樹叢滑下去 那我們要看喔 我們現在的 我們台灣喔對工程的要求 都是這樣馬馬虎虎喔 輕輕拆拆喔 偷工減料喔 您認為這樣的文化喔 你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喔 我從頭到尾都反對價格標 應該還是用最有力標選好的廠商 你知道 所以每個首長對自己的採購要負正式責任 這個我理解喔 但是 對於喔 你譬如像這個案子裡面 它的 防災 防災的這個 就是疏通計畫 交通維持計畫 邊坡 防護計畫 也沒有圍離 那 最根本喔 就是公共安全的維護 還有呢 勞工喔 職業安全的一個維護喔 完全 完全 是非常有問題的 您認同嗎 同意 那如果你身為一個首長 你看到 有這樣的工程 你會怎麼樣做 這表示 平常就沒有在督導 平常都沒有在督導 才會這樣 那 我請教您喔 如果有發生這種情形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徹底 要怎麼樣去徹底去杜絕 下一次悲劇的產生 這還是要訴諸制度 就是 我第一個錢要給的夠 然後要品質要一定的要求 可是問題是人心啊 這個是媽媽糊糊的這種態度啊 來市長 你看一下喔 這個影片喔 這個發生在我們台北市萬華區喔 你看一下這個公共公司 現在裡面有住人喔 這個樓上 他們現在那個建商新陽建設 就是 強制裁股 不管人生還 人生的財產安全 亂裁房 這一採空就跌下去了 上面這個是墊了什麼 彈簧床啊 非常的誇張喔 他的防護措施用彈簧床 你看 他一樓喔 這邊 一樓地面用帆布 沒有任何的圍裡喔 車子人車都可以經過 在裡面沒有帆而已 旁邊呢 搭了這個竹子的陰架 可是呢 用什麼防護 用帆布喔 上面市公外挖 他就給他墊一個彈簧床 石頭掉下去 底下有住人 勞工 職業安全 維護措施 也沒有 建構一個 進步的城市 不應該是這麼樣 粗略 粗糙的施工品質啊 市長 你覺得 你看了這樣子的 施工的狀態 民眾的反應 他如果今天在晚上 他一開門 就掉下去了 來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到現場去看過 他確實沒有做好他的防護措施 所以按照建築法 我們已經罰他一萬八 那這是一個都更案 所以目前已經停工了 市長 你覺得罰一萬塊可以嗎 不過他已經罰 他一萬八 他一萬八再罰他停工了 停工 先停工了 停工了 先停工嘛 應該是要把那些防護措施做好 有沒有做人員疏散計畫 有沒有勞工安全防護措施 還有交通維持計畫 如果有發生災害的時候 要怎麼做防災計畫 如果都沒有進行 就直接動工 而且呢 又是喔 在假日的時候在施工 市長 在你任內 你希望看到都是這樣的工程嗎 這個我們會管制的 特別是廠商要給他記點 就是說你有犯過錯了 我們要給他 另外更月的報告 因為我們去年就有訂定 拆除執照的部分要動工錢 必須要檢據相關的拆除執照 但是現在問題是喔 市長 現在問題來了 民眾在陳述說 他打1999沒有用啊 我問 那老檢有沒有去檢查 打1999怎麼沒有用 有啊 打1999一定會辦的 對啊 他現在沒有辦法處理啊 是後來才到了嘛 那 老檢有沒有檢查 我們接獲通報在昨天早上 就已經有先去 前天早上就已經有先去過 然後 可是他是上禮拜就通 就打1999了 所以 這是一個問題喔 希望市長要正視 公共安全的問題 謝謝